每个小伙伴都期待一段满足自己想象的爱情,都希望自己可以被所期望的爱情包围,可以感受嫌疑,感受温暖,但是最后还是要受现实重重的一锤,毕竟脱单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啊,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单身狗的存在呢? 见过的人很多,但是适合自己的却很少,每个小伙伴都想遇到跟自己最合拍的人,可是很难找到啊,今天就要来给各位小伙伴们瞧重点了,各位小伙伴们十月份的运势如何呢? 现在要跟小伙伴们说的就是十二个星座,中,那些十月份桃花园最好的星座,来看看谁如此幸运,还没有脱单的小伙伴,没有抓住机会脱单了 一,水瓶座,十月份火星在水瓶座身边运行,会给水瓶座的爱情,带来更多的能量,水瓶座的人其实不想太早谈恋爱的,因为他们觉得面对爱情,往往都会感觉到有心无力, 可是就是他们巧合,往往在最不想谈恋爱的时候,桃花园是最好的,瓶子们在十月份不会缺少追求者,这些追求者可是十分执着的,他们会很有耐心的等待瓶子们谈恋爱 其实面对爱情瓶子们是比较被动的,他们不会心里招有别人,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,是不是会为对方付出自己的真心 如果十月份瓶子们跟追求者试着交往,可能会遇到一段很好的爱情哦 二,金牛座,金牛座的人其实一整年的桃花运都很好,但是十月份他们的桃花运更加明显,桃花很容易就会飘落到金牛们的身上 这时候的金牛们只需要注意好分寸,金牛座十月份的桃花大多是来自他们的同事,觉得相处一下也是可以的,说不定就碰到了适合自己的人了 只不过要谨慎考虑,互相了解多一点哦 而且金牛座的人,还可能在聚会上收获到缘分 一旦遇到浪漫的邂逅,就要好好把握了 十月份是金牛拖担的好缘分 不管是朝夕相处,还是一见钟情,都要好好抓住机会了 三,摩羯座 摩羯座跟金牛座一样,一整年的桃花都是很棒的 这一年摩羯们最需要做的就是为自己挑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对象 对于摩羯们来说谨慎,是他们面对爱情最重要的东西 十月份是摩羯们桃花来的不算密集的月份 这时候摩羯们就可以仔细做选择了 这一年摩羯们会经历一两次的感情波折,不过不需要过分担心 只要调整好自己,迎接下一段新感情就OK了 觉得摩羯们在十月份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也是不错的哦 说不定就遇上一段好姻缘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